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昂党高老师 首先欢迎各位再回到我的课程来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谈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就叫做Design Pattern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知道 有一本书叫做 这一个 四个作者 叫做Done of Four 叫四人帮 这个叫做 设计模式四人帮 的这一个 Design Pattern 就是设计模式 那 我们在这一节课呢 要详细的来说明 这个 EIT 造型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明了 EIT 就是代码的造型 那么 我们 了解了EIT造型之后 就可以拿EIT造型来当成 这个 砖块 这是我们 上一节 所提到过的 当砖块做什么呢 要来说明 我们的 这个房子的 墙壁 EIT 是怎么构成的 怎么构成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要来说明 我们拿 EIT造型 怎么来构成 比较大的 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 就是 一面墙 或者是 天花板 等等这个是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这个 结构 结构 所以 EIT造型 是比较小的结构 那么 设计模式呢 是比较大的结构 设计模式呢 可以 是由 EIT造型 所组合而成的一个 比较大的结构 所以呢 在这里的单元呢 那么 首先我说明了 一个pattern 是比较大的结构 它是 大于 这个 EIT 造型的 的一个结构 所以结构越大 它的通用性呢 就越小 譬如说 这个一个轮胎 它的通用性就比较大 帮你拿轮胎装上了吉普车之后 这个整个吉普车的通用性就不如轮胎 来的大 再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的通用性最大呢 罗斯丁 罗斯丁的通用性最大 但是你把罗斯丁 可以跟 脚踏车结合在一起 那么 就变成脚踏车的一部分 那脚踏车 是结构体的比较大 但是 它的适用性 通用性 就不如 罗斯丁大 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EIT造型 它比较小 所以它的适用性 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组合出 这个 EIT造型呢 可以组合出 各式各样的设计模式 在公安 只是提出了 23种的设计模式 但是 事实上 设计模式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但是 我们可以讲 EIT造型 只有一个 所以呢 我们在 谈这个设计 的时候 如果用 EIT造型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因为 EIT造型 它就对应到两个类 一个接口 所以马上变成代码 所以跟 开发者 在沟通上面 就显得非常的方便 显得非常的方便 OK 那我们在这个 课程当中 我们会来 首先帮你介绍 这个 Dougal 4呢 这个 设计模式 那设计模式有 很多个 那 我这里头 是挤的 一个 TN模式 一个 FN模式 一个 观察者模式 一个 组合模式呢 来帮你做 挤例跟 说明 说明呢 EIT造型怎么组合成 设计模式 然后 在Android里头的 幻例 也拿出来 帮你做个说明 所以呢 Pattern 是一个 比EIT 大的一个 这个 设计 的一个结构 就是 比 EIT 要大的 设计结构 EIT呢 要比这个 Class 类 来得大 来得大 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 归纳出来 最小的结构就是 类 这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然后 把这个 G类 子类 再加上I 组合起来就变成 EIT的造型 变成 EIT的造型 所以 这一个 啊 EIT造型是由两个类 一个结构 所过成的 那因为类 本身 就是一个代码 的一个造型 所以 EIT本身 也是 直接了当 可以到什么代码的造型 之后 再把它组合 出一个 较大结构的一种 设计模式 组合出一个 较大的结构 所以 从类 到EIT造型 到设计模式 这就是我们 现在要来谈的 部分 那么 我们用物理方面来做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类呢 是一个 子子中子电子的结构 也就是说 这个每个 都是同样的造型 然后 再拿这个造型呢 拿这个最小的造型来组合出 这个原子的造型 相对 相对的 OK 那 这个因为原子 到今天还是一个学说 所以同样的 我们 今天 也是把这个原子 对应到 EIT造型 EIT造型 这个对应呢 因为原子 还是一个学说嘛 所以我们 只是用来比喻而已 比喻而已 那 的确原子里头 中子 子子 电子 对不对 那 这个到底每个子的结构 是不是一样 那我们就 我去谈它 但是 在于这个 EIT里头 的确有 两个类 基类 跟 子类 两个这个类 基类 跟 子类 两个类 那么还有一个接口 接口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类 接口也是一个类 所以呢 这三个类 都是来自同一个类的造型 这个 有一个类的 一个基本形状 类的造型 它 它 来 让 是一个分子 是一个分子的造型 这样子 那 我们 就让你了解 这个 EIT造型 EIT造型的设计模式 其实是原子跟分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 所以呢 在这个原子的基本造型 是长这个样子 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 青 就是它的内涵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内涵的部分 这个羊 也是一个 内涵 也是一个内涵 所以 把这个内涵 加进去造型 就变成 叫做 氧原子 氧原子 就是羊 加这个 就变成一个氧原子 那 我们也可以讲 无论氢原子 氧原子 跟钠原子 它都是来自 同一个造型 同一个造型 OK 那就是 羊是一个内涵 然后加进去造型 之后 就变成氧原子 氢 是一个另一种内涵 加进去 两原子力 加进去原子的造型 就变成叫氢原子 氢原子 同样的 那也是一个内涵 加 把它放进去 原子的造型 就变成 那原子 就变成那原子 那为什么 我们要来 做这种比喻呢 因为 这个 全世界最聪明的 达芬奇 达芬奇就是 这一个 花蒙娜蜜撒的微笑 的那个作者 他会艺术 会图景思考 也会设计潜水亭 也会设计 灰机 但是 他的 心 他的 收法是 讲出一个 基本的道理 就是 简单 是复杂的 终极的形式 终极的形式 也就是说 这个复杂呢 其实 是来自 简单的形 是来自简单的形 由简单的形 组合出复杂的世界 组合出复杂的世界 所以呢 这个 伟大的科学家 像苗顿 就可以在 复杂的力学 的世界里头 找出 简单的形 就是 F等于 MA F等于MA 同样的 爱因斯坦 可以从 复杂的 这个 职能变换 的复杂的 这一个 职能变换的 一个世界里头 归纳出 简单的 一个形 叫做 1 等于 MC 平方 这是 爱因斯坦的 这是 牛顿的 然后 从这个简单的形 就可以让很多人 去体会出 这个 力学的 一个世界 那原来的 复杂的力学 在人的心中 因为有简单的形 所以 人们 就不会再觉得 复杂了 同样的 在这个 职能变换的 这个 复杂世界当中 这个C是光束的意思 大家很难体会 光束是什么 所以就 觉得 很复杂 那 当我们 这个爱因斯坦 把它归纳出一个 简单的形 叫 1等MC平方 那么 这个 让人们 透过这个简单的形 再次 再次理解 这个复杂的世界 那 我们人们 就不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虽然世界 能乱是那么复杂 能乱是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但是 在人的心中 因为有了简单的形 所以这个世界 就不再复杂 同样的 我高老师 也为了达成 也为了达成 这样的目标 也从 复杂的 软件世界里头 归纳出 简单的形 叫做 EIT 造型 造型 让大家可以 在心中 掌握了EIT造型 就不会觉得 这个软件的 架构设计的世界 是复杂的 虽然 架构设计 能乱是复杂的 但是 在人们的心中 因为有个EIT 所以 人们就不会再觉得 架构设计是复杂了 那 所以 我们就来 看看 从这个青阳的组合成 水分子 过程当中 我们来体会一下 这就是 这是原子的造型 这O 是一个原子 它是原子的造型 然后 这也是 原子的造型 组合出来之后 变成一个 分子的 一个形 所以它也是一个形 所以你可以说 EIT 是一个小的设计模式 也可以 EIT 是一个小的 设计模式 也是可以的 那么 你可以说这个设计模式 是一个大的造型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因为两者 只是大跟小 它的结构只是大跟小 它是组合的关系 所以就变成水分子 就变成水分子 然后 再来我们为什么要 从物理学 的角度来看呢 这是培养 我们 软件的架构师 能够用组合的角度 来看这个 所谓架构设计 在过去呢 大家对于架构设计呢 的看法呢 是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 这每个角度不一样 有些人呢 把这个架构设计呢 把它 架构看成是 稳定 不变的 的一种结构 一种结构 所以呢 我们就 会 以为呢 我只要掌握一个 稳定不变的结构 然后 就可以让 别人来做组合 就可以让别人来做组合 这样子 在某个角度 也是没错的 但是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架构师呢 在一开始 就是 要做分的动作 那 架构师要做分 把两种知识分开 然后呢 由AP开发者来做合 但是 要 分得好 才能够 合得快 要 分得妙 才能够 合得顺畅 OK 所以 在架构师的心中里头 不是 只找出不变的东西 而是他本身 啊 就必须考虑到合 为了合 得作分 再定出这个 I 所以 架构师心中 要有组合跟创新 的一个想法 要有组合跟创新的想法 那 基于这样的组合的一个目的 啊 才会去做分 分出来 才会得到I 那这个I 才是 我们 一般认为的 比较稳定 可靠 不变的一个 结构的基础 啊 所以 这个受法呢 基本上两者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 我们特别的 啊 我高老师这边特别的强调 新一代的架构师 啊 要特别留意组合跟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啊 那 其实 也就 身边解决掉过去 架构 设计上 一直在 找不出一个好的方法 来寻找 稳定 可靠 不变 那是因为 架构师 啊 心中一开始 就不是把组合 看成是最重要的目标 啊 而是 找出不变 是他的目标 但是却没有发现到 心中有组合 有创新 才能够 找出 稳定 可靠不变的 结果 所以呢 架构师呢 不是在 找出一个 啊 不变的东西 啊 他是 找出不变的东西只是一个互产品 啊 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做组合 是要做组合 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一群 不会飞的组件 的零件 把它组合起来 既然会飞 所以 合出来 合 而且会飞 才是目的 飞 飞是一种创新 飞 是一种创新的功能 然后 透过组合的手段 来达成创新 对不对 那达成创新你要组合 就是 再来手段 就是 i-law 设计 设计 接口 所以 创新是 目的 组合是手段 设计接口 设计 架构 又是手段 那这样子 你就很容易理解 架构式的 目的 在于创新 他的 周划 在于组合 那么 要达成 很好的合 合得很盛畅 合得可以 互相分工 那么 就必须有架构式 来做 分的动作 做分的动作 把不同的知识 分离出来 在设计处i出来 就可以来 达成 组合的目标 所以来 实现 创新的目的 那么 我们了解的EIT 那 也了解的 设计模式的关系 那么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 EIT的造型 比较小 那 所以他的通用性 就比较大 同样的 设计模式的 形式比较大 通用性就比较小 所以 你看 原子的结构 是比较小的 对不对 所以比较小之后 会变成这个 氧原子 氢原子 那原子 这个结构都是比较小 所有的 都是一致的原子结构 所以呢 我们才会提出一个 EIT造型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这个造型加上内含 就 变成 这个氢原子 就是 就是原子结构 只有一种 这只有一种 但是分子结构 就无限多种了 所以呢 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 会先 掌握 原子结构 而不是 一开始就掌握 这一个分子结构 同样的 在学软件的时候 EIT造型 只有一种 但是 设计模式呢 就有很多种 N种的 N种设计模式 就设计模式有很多种 N种 N种设计模式 所以呢 我们要掌握 N种设计模式 先掌握 一种 EIT造型 OK 就像 我们先了解 原子的结构 去了解 氢原子 氧原子的结构 之后 再来 认识 水分子 同样的我们今天 在学软件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开发者 架构师 先掌握 一种 EIT造型 再来掌握 N种设计模式 所以呢 这个 水的分子 还有 其他 各式样的 分子呢 都是 结构不一样的 所以 分子的结构有无限多种 这个 水分子 像 硫酸的分子结构 还有各式各样的塑胶 的分子结构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 我们要了解这么多的分子结构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先了解 原子结构 所以 水分子呢 它能够适用的 就有限了 水分子 它只能 来说明的 水蒸汽 水 还有 冰的 三种变化 对不对 三种变化 但是 水分子这个结构呢 就不适用于 其他的分子结构了 这样子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先了解原子结构 因为 它适用在 各式各样的 分子结构里头 所以掌握了 一种 单于一种的 这个 原子结构 再来了解 各式各样的 分子结构 这是学物理的一个基本 最自然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软件 也是 非常强烈的 希望 各位 新一代的架构师 新一代的开发者 能够 先掌握 单一的 一个造型 叫做DIT造型 之后 再来了解 设计模式 那么在这个单元里头呢 我就是 要 特别 用比较多的时间 来让各位了解 这个 从原子 怎么组合成 各式各样的 这个分子 那 让大家了解 这两层不同的结构 谢谢各位